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姜粉 姜粉泥 为确保姜的品质 最好挑选有机认证的小土姜 浓姜汤是针对重病患者 以鲜姜片或干姜片熬煮而成 鲜姜片每日常规用量500克到750克 上限1500克 干姜片每日常规用量50克到75克 上限150克 虽然用干姜片熬煮 其药性胜过鲜姜片 但法无定法 不论用何种材料以及用量浓度等 都要考虑个体差异 服用方法是少量多次 小口温热吞服 以使热源的补充源源不断 若患者水肿尿贫痰多 可改服姜丸姜粉或姜粉泥 重病患者用浆量要有少渐增 渐效极致 虽低于常规用量一克 其后增减 则是病情需要而定 而且只有在经过按推 温敷 温热性饮食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的全面配合 病情仍无改善 但还能吸收的前提下 才允许超量超限 只是不可长期为之 一级病情改善且稳定后 需逐步调回常规用量 重病患者若服用浓江汤 出现症状 基于症状皆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因此只要外置守法 及外内热源到位 即可化解 可见浆仍可继续服用 但若患者已尽力试过 仍觉得浆太辛辣 而不愿服食 可改以浆加西洋身 生晒身 红生 肝草 龙眼肝 红糖等 加一种即可 或直接改用浓身汤或姜丸 以减弱内热源之药性 并改善口感 值得一提的是 浓身汤性温 亦被吸收 且患者多能接受 故成为救治重病的最好选择之一 红身 红身常规用量50克至75克 上限150克 总之 内热源用量之多寡 及其药性之强弱 皆应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 需再三强调的是 浓江汤与浓身汤 主要是给予重病患者 作为加强日常饮食的热源 以供身体之急需 当重病患者身体完全康复后 所需热源只需从合理饮食中摄取 并加强运动即可 若要当作保健长期服用 则已改为淡姜汤或淡生汤或淡姜生汤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内热源的部分 那同样外热源是以姜汤姜粉姜粉 那内热源也是这样用的 内热源这三种为主要 这里不仅可单独服用 还可以温热性饮食及灌肠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内热源 就是姜怎么食用 还有饮食上什么食用 再来就是灌肠的用法 这三种 那我们来看姜单独食用 第一个谈到姜 那还是要确定姜的品质 那原始点是认为最好是有机的 有机的姜是最好的 那有机的姜你怎么来认证 最好就是它已经被认证过 像基金会现在用的是密乳的有机姜 因为它在欧美国家都已经认证过 所以用起来也蛮安心的 然后效果又特别好 比台湾当地的姜都还要好 我也世界各地到处跑 好像用来用去 最后我也是觉得 这个密乳的有机姜最好 那这个姜一定要显好的品质 为什么你光外热源在使用的时候 那个辣度就不一样 当然味道啦吃起来也是会有差距的 那尤其这里谈的是重病 所以姜的品质就要求的特别高 那一般姜的用量 我们那个一斤在大陆是500克 在台湾是600克 但我认为还是500克比较好记 所以我们就是采取大陆重算法 那500克简单地讲 那个鲜姜片500克就等于一斤啦 那鲜姜片换成干姜片 制成干姜片就变成50克 所以下面干姜片常规用量是50克到75克 那鲜姜片就是500克到750克 上限鲜姜片是150克 那十分之一就是干姜片就是150克 这是一般的常规用量 但一定要这样用吗 后面会讲到还是看体质来定 先把干姜片跟生姜片做一个比较 干姜片因为它是经过晒干甚至炒过 所以它的药性比喻 鲜姜片还要温热 但不是越温热就越有效 还是要看患者 它本身对哪一种热源 它比较能吸收为主 那原始点它认为 江湯它的服法是小口温热吞服啦 它可以少量多次 让热源源源补充不断 不过江湯有一个问题就是 遇到比如说水肿的啦 晚上贫尿的啦 或是痰多的人 那你喝越多痰越多 尿越多 水肿也不容易消 所以就可以考虑是不是改服姜丸 姜粉甚至姜粉之类的 不是常规用量一定是要用到一斤到一斤半 不是这样 有时候你可以先少量试试看 那如果你开始少量 比如说刚开始用三四两 那有效了 其实就这样就可以了 不一定说非的要加到一斤不可 那少量如果这样可以 除非三四两 它感觉效果还不好 那它也努力经过按推 温敷 温热性饮食 还有我们说的运动 休息 良好心态 它都前面配合了 那病情没有改善 但它还能吸收的情况下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再加两 有些人一斤还不够 但这样的患者一般毕竟是属于少数 那如果这样我们可以考虑加两 只是你不能把它当作长期要这样除 也就是它病情如果有改善 我们还是要慢慢把它调回 我们常规用量 也就尽量不超过一斤到一斤半 那有些人不用融姜汤会出现症状 就会怪是不是姜汤太糟热了 这个是临床上常常预见的 比如有些人吃了嘴巴就破 甚至也有人吃姜汤就流鼻血 那遇到这些患者甚至还有人是说喝姜汤 还会长青春痘 类似这些其实姜没有这些功效的 怎么会服用会嘴巴破呢 那嘴巴如果破或流鼻血 我认为是热言进不去 还是体伤所致啊 那遇到这种情况下 要告诉患者不是姜引擎 那我们的操作方法就是 把原始痛点找出来 然后按推 手法只要到位 然后你这时候再给他姜汤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而且他的症状也可以好得更快 话虽然是这么说啦 但是有些人就是对姜特别排斥 他觉得很辣他不想吃 那如果遇到这样再好的姜 对患者来讲他都不吃 那也不能发挥效果 所以这时候可以跟患者沟通 是不是加在姜里面加西洋参 参晒参就是指人参 人参晒干我们称为参晒参 那红参也是人参晒干 然后还有蒸 蒸熟过 那制成的 所以参晒参跟红参 都是属人参的一种 或是加甘草 甘草中药 那个只要加一点点 整个味道就变了 那龙眼肝跟红糖是比较偏甜的 那其中你看看患者喜欢哪一种 都可以加 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原始点 最常见就是姜加 西洋参或深晒参之类 那如果患者要更快速的 甚至有些人就是也不用那么复杂 有时候他比较喜欢喝龙参汤 那这样也可以考虑 或直接就吃姜碗 就可以改善口感 也不会太辣 那一般患者大部分都能接受啦 但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说 重病患者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姜 有时候姜喝起来 他效果没有特别好 然后反而龙参汤 他感觉特别容易吸收 而且效果又感觉更好 那我们还是要尊重患者 那他红参的常规用量跟姜用量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只是红参很贵 而且红参又有分不同的种类 比如大陆的红参 跟韩国的高利参 那价格就差很多 但在我的看法 事实上两者效果怎么样 不应该是以价格来衡量 如果以有效度 我认为只要有机就是最好的 有机就是最好 而不一定是最贵最好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长白山 去三次 然后最后有购买了好多的红参 效果特别好 我蛮喜欢那一批的红参 那我买当时是怎么样买呢 就是他红参一般有四年的 就可以采收做药材 那一般大部分是六年啦 六年生 他比较长得比较好看 也比较大一点 那我大部分都比较喜欢瘦小 尤其有机浆 瘦小的我感觉特别有利 那这样来衡量韩国高利参 他就有分天地量 在我看法也是 算是商业化吧 他其实他的分法不是说 天就赢过量 而是天长得特别好看 然后特别壮硕 那量的就长得有一点 好像营养不良这样 就比较瘦小 我常常是这样比较 如果天就像杨贵妃 那天地量 量就好像赵飞燕比较瘦小 那价格就比较便宜 但事实上在应用上 反而量 量的也就是赵飞燕的效果 甚至会超过甜的效果 然后大陆的红参 有机参 我觉得效果绝对不雅仪 高利参 那高利参价格又高过 大陆参很多 所以我会鼓励患者 还是用大陆红参 那要注意的是 大陆红参有些会用 加糖熬煮 然后吃起来甜甜的 那就不纯了 那这样对重病患者 反而不好 所以一定要去原产地 买最好的买 还是最后一句话 最好有机认证 大陆红参 我之前也有去找过 当然也有些是国家认证 有些甚至外销到国外 欧美认证 那如果大家 就是在找红参 最好要国家认证 甚至欧美认证 这样吃起来会比较安心 这是我对各位的建议 那参大概题外话就讲到这里 那红参一般在原始点 他也是 当然第一个最常用是姜 那第二个就是参了 所以大家也提供 大家在选参的时候 作为一个参考 那这里也特别强调 就是熔姜汤也好 或熔参汤也好 这是在患者 当患者已经重病了 他热能要修护体伤 消耗的特别多 这时候最需要热源的补充 那热源当然来自于饮食 那更重要的 熔姜汤或熔参汤 是最重要的一个热源 那饮食怎么调理 也是蛮重要 那是不是病好了之后 那个熔参汤 熔姜汤还要一直喝呢 我的建议说 如果可以靠运动 加强运动 然后平常保健就不需要喝到 那么熔了 所以我们最后可以建议说 配合运动 那改喝 淡姜汤 淡生汤或淡姜生汤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成本也会比较低一点 二 温热性饮食 重病患者要落实温热性饮食 其食材及调味料 并不限定只能用温热性 而是要少用含粮性调味料 多用温热性调味料 让任何食材都成为 美味可口的温热性食物 一级煮菜要在少油 少盐 少糖 少醋的情况下 加入温热性调味料 如姜 辣椒 胡椒 花椒 咖喱等 并且虚煮熟 必要时甚至虚煮烂 趁热服用 服用时要细嚼慢咽 不宜太饱 不需配汤 这里在饮食上如何加一些调味料 很多患者会反映说 就是乳的人都告诉他 哎呀这个菜太凉了 比如说萝卜啊青菜啊都偏凉 那他就觉得这样是不应该用的 事实上我们对食材是没有特别限定 任何食材都可以用 白萝卜当然也可以用 只是你要懂得怎么加调味料 那调味料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要加 就是要加辣椒花椒胡椒加咖喱 姜还有我们最常用的姜之类 然后当然也不是说都不能加盐或糖或醋 不是这样说的 只是说要少油少盐少糖少醋 然后你再加这些调味料 然后煮熟一点 那他的青菜的那些药性 他就自然会变得更温热 那就适合患者吃 这样也煮出来才会好吃 所以我才一般都会跟患者家属聊 我说在给患者的饮食上 第一个一定要美味可口 这是最重要的 要不然你说这个很温补 但是煮出来却很难吃 那患者本身到重病的时候 他食育本来就不好了 那你又煮得那么难吃 叫他如何下肚 所以这样对患者的病情是没有帮助 所以一定要第一个纤结条件 就是要把菜煮得很好吃 然后又懂得怎么加调味料 对他身体又有温度 这样才是原始点认为最好的 那有些患者消化功能也不好 有时候甚至要细脚蔓延甚至要煮烂 这样他才能吞服下去 那我们也建议患者本身不要吃得太饱 一般七八分饱就好 吃太饱也会消耗热能 那要不要配汤 一般重病患者是不需要配汤的 三 姜灌肠 腹部重病患者通过外内热源 及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处痛点 若无效且病情严重紧急 则以当机逆断改用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灌肠 究其原理 姜性温热 用以灌肠可直达患处体伤 比其他外内热源 更能直接温暖腹部器官 期间还要配合按推 外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 以加强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如此处理 不仅可自我疗愈腹部 胀痛 欲呕 食不下 胃溃疡 胃出血 腹内出血 痛经 子宫下垂 贫尿等症状 还可达到通便止血 恢复体力的目的 由此可见 能够快速疗愈腹部症状 使重病患者转微为安的最好方法 莫过于姜灌肠 虽然姜粉 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灌肠 都有解除腹部病症之效 但姜汤主要是以清肠道通速变的效果较佳 姜粉主要是以温暖腹部器官解除症状的效果较好 至于姜粉泥或姜粉泥制成丸的效果 则介于两者之间 此外在病情需要 且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 姜灌肠每天可多次 以加强温暖腹部器官 使疾病得以快速疗愈 不过再好的方法 都要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 姜灌肠也是原始点的一个特色 它最主要是针对腹部 那腹部是从横隔膜以下的 就是整个腹部不舒服 第一个就要想到姜灌肠是最有效的 那当然如果他腹部痛 痛多数他处体伤 按推就可以解决 但到重病患者的时候 因为这里在谈重病患者 第一个要考虑他的热源的问题 那热源的补充 比如我们一般会应用的就是可能先温敷啦 配合按推啦 这些 而且都没有效 而且如果情况又很危急 你第一个一定要想到 一定是热源没有直达灌处体伤 所以应该要当机立断 用姜灌肠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姜灌肠 因为重病患者 他最主要是严重热能不足嘛 那姜性温热 灌肠又可以直达患处体伤 比其他外内热源 更能直达我们要的患处 也就是腹部器官里面 那这样进去直接就温敷 那这时候再来配合按推啦 外热源还有运动啦这种种 那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加强改善 局部的体伤及热能不足 所以也就是我们如果把灌肠拿掉 只是用原来的我们比较以前的方式 就是外内热源内热源就是喝 那他肚子已经很痛 根本喝不进去啊 你会很沮丧的 就是这时候按推 按推又不能节症 他又所患处体伤 那这时候只有一个方法 只有姜灌肠才有办法解决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学 如果遇到腹部 你用外内热源按推都没有效 一定要千万想到姜灌肠 那姜灌肠它是腹部处理的最好方法 只是在应用上这里他能处理的蛮多了 那最主要姜灌肠 他姜汤跟姜粉姜粉泥它们是不大一样 比如说姜汤主要是以轻的肠道 通树变的效果较佳 那姜粉主要是以温暖腹部器官解除症状的效果较好 至于姜粉泥或姜粉泥制成丸的效果 则介于二者之间 这一段非常重要 也就是当你要姜灌肠的时候 到底要选择哪一种 那你就要问患者 他大便顺不顺畅 如果他有便秘的现象 那当然就是姜汤为主 那如果他大便很顺畅 只是腹部很不舒服 那如果要解症 那当然就是姜粉为主 姜粉泥或姜粉泥制成丸 这介于二者之间 是这样来的 那他们的应用上 一天可以多次 一天可以多次 所以姜灌肠在我看法 很多就是 有时候你没有姜灌肠很难解决的 比如我举 临床上最常见 比如说腹泻 呕吐 又吐又泻 你东西根本吃不进去 所以你的热源 不可能再想从嘴巴进去 像吃姜 喝龙姜汤也好 或想喝中药 或想吃西药 他根本就进不去 吃了都想吐出来 那这时候又一直拉肚子 那人也越来越虚 这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 那我们说如果以姜汤是清肠道为主 通宿便为主 所以这时候应该姜汤不是优先考虑的 反而这时候他腹泻的时候是应该以姜粉为主要 但反过来说 这个患者如果是便秘呢 便秘然后又肚子很胀很痛啊 甚至一些急性肠胃炎 或是肠梗主的这些症状 吸收的 那如果他检查是这样 那当然这时候便秘 就以姜汤为主要 所以姜灌肠 还是要把患者的症状问清楚 如果是腹泻 就以姜粉为主 如果是便秘就以姜汤为主 至于姜粉泥 或姜粉泥制成的完 就在意这两者之间 好 那我们刚刚说的 他灌肠一天可以多次 看情况而定 那所有的这一切 都要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 好 那我们将灌肠的部分 就讲到这里 那读者听众如果 要知道怎么姜灌肠可以上网 看我们的影片 姜灌肠这里都有影片教导各位 怎么使用 二 适当运动 重病患者险象 命危已现 若只用热源及按推 却无身运动 心 情绪 观念配合 则终将失败 运动方式有拉筋 柔软操 太极拳 瑜伽 爬山 爬楼梯 腹地挺身 腹卧撑等 可针对身体不同部位的症状 选出有助于康复的运动方式 比如咳嗽 胸闷 手麻等病症 可选择 腹地挺身 腿麻 膝痛 怀痛等病症 则可选择爬楼梯 一步两节 室外运动 亦避免太冷或太热 亦出汗 怕冷者 静集身体前后 可塞毛巾 既可保暖 事后又方便取出 常保身体 及衣物干爽 运动贵在坚持 不可一铺食寒 且需量力而为 若要加量 应通过审慎评估 确认安全无语 才能循序渐进 缓慢增加 否则过量 非但不能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恢复健康 反而会消耗大量热能 甚至危及生命 总之 重病患者日常应以运动及休息为主 放松身体 缓慢调息 随时活动 不可过累 累了就睡 但亦不宜久躺久坐 如此落实 等热能健身体力转余 等热能健充体力转佳 体伤改善 各种疾病症状自然都可自愈 好 这里也强调运动 那一开始就讲 如果重病患者显向命为已现 如果你只是用单纯的热源按推就想解决 那是很难的 所以还要配合运动身心 心就是观念情绪 如果没有配合 在我看法很难救回来 所以终将失败 这就是提醒运动的跟观念的重要 好 那我们这一篇是谈运动 这里下面讲的都很详细 它有各种方式 那大家可以看自己身体 哪一部分要加强 就可以选择用 比如说像乳癌肺癌 我都会鼓励他们做伏地挺身 也就是伏卧身 那如果是腿的问题 那我一般会叫他们要爬楼 来锻炼 所以大家可以针对各种运动方式 选择自己最有帮助的方式来做 那运动重点在于要持之以恒 这里也有特别提一些细节 如果身体很虚太冷或太热都要注意 那还要懂得常保身体干爽 那运动一定要量力而为 尤其到了重病他体力已经很差 如果做过量是有风险的 所以当患者有时候又急求病好 有时候都会想就是加强运动 但他体力已经很稀 又一做的过量的时候 有时候隔一天就爬不起来 甚至病情就恶化 这样的患者我也见过很多 所以如果患者一定要加量的话 那我认为应该要很仔细去评估 然后最后确认加 一定要加那也要怎么样 循序渐进缓慢增加 不能一下子加太多量 然后以安全为主 如果过量 我刚刚讲的很可能你热能大量消耗 甚至不但得不到健康 还会危及生命 那重病患者平常 最好有些已经不适合工作 那工作大部分都有些都会有压力 这对病情也不好 所以重病患者如果能够 专心的懂得怎么去运动 然后还要跟休息互相配合 然后放松心情 这样久久这样做下来 体力自然就可以恢复 很多病情病症也可以改善 所以在我看法 我们说不管是外内热源是很重要 但有时候我认为运动更重要 如果再让我运动跟心情观念比较 我又认为那心情又比运动重要 当然了不能说心情是最重要 那我就不运动不是这样 所以如果都很重要 但一定要我分哪个更加重要 那当然运动比外内热源更重要 甚至比按推重要 再进一步说那心情观念又比运动重要 为什么心情那么重要呢 因为心情跟观念是一个主导方向 比如说他观念不清 那他虽然也有运动 但有时候他又要吃寒凉药甚至饮食也不忌口 那这样他身体怎么会好 我也听过最近在重病患者 他们在这个有时候疫情期间 有些接种疫苗也有一些副作用 但如果他平常懂的话 身体已经重病热能很虚 如果他遇到了这些 疫苗接种副作用 事实上还是可以加强运动温敷 来把身体调养起来 所以运动在我看法非常重要 平常你重病就要这样 那重病也避免要一些寒凉的 重病患者需要充分休息 既不可长途旅行 舟车劳顿 也不可工作繁忙 过于劳累 虽然充分休息很重要 但亦不宜长卧久坐而不动 此外还要保持规律生活作息 不可熬夜 以早睡 睡到自然醒 醒后勿赖床 并杜绝仿视 刚刚我们说运动还要配合休息 那很多重病患者 如果没有休息又熬夜 事实上对身体是很不利的 那我也有看过很多重病患者 就是他以为自己好了 就开始长途旅行 结果一出去 没有多久他情况就急速恶化 这样患者我也看过 甚至就真的很快病情恶化就救不回来 所以记得 所以记得充分休息 一定要保持 不能熬夜 那如果身体刚恢复也不宜做长途旅行 那最后还有提醒 甚至要杜绝方式 这些都蛮重要 4. 良好心态 重病患者容易情绪低落 对疾病会有恐惧 压力 又急求病好 心情在如此紧绷下 会耗掉原本就不足的热能 反而更伤身体 要内心保持平静 就要深信因果 了解疾病是因为体伤及热能不足所产生的果 所以只要因改善了 果就会消失 明了此理 就不需太在意病情 彻底放下对疾病担心害怕的念头 即使遇到各种恶极 仍要坚信 唯有从阴下手 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若适于愿违 通过原始点医学处理后症状恶化 且体力衰退 则以冷静反思 这是外内热源的使用 无法直达体伤位置 按推运动做不到位 还是观念不清 情绪起伏太大 太过劳累 或是体伤修复过程中 有时会出现的正常现象 易或此已超过 人体自我疗愈的范畴 以力及时理清真相 做出正确判断 且修正偏差 否则贪快 而用含量性钥匙或手术 一不小心 一不小心就会严重透支热能 而危及生命 总之重病患者 应澄清思虑 反观自省 常怀喜悦 感恩 包容的心 避免情绪大幅波动 绝不可忽思乱想 自成心结 若有负面情绪 家人已随时观察 开导 鼓励 若病情好转 行有余力 能与人为善 乐于助人 则更好 最后需注意的是 重病患者 虽不需太在意病情 但亦不可因病情改善 而掉以轻心 重病患者康复后 体质较常人脆弱 故饮食起居 不可骤然恢复常态 仍需按照上述各项原则 进行保健 由应避免寒凉与劳累 且要特别加强运动 放松心情 从根本上增强体质 杜绝复发 这是最后的良好心态 这里其实讲得都很清楚了 也不需要特别解释 尤其到中间 有些患者 他也用了原始点 但病情却不断恶化 这在我们诊断与治疗 这一篇也有提到 第一个 你一定要反过来想一想 到底有没有真正把原始点的法落实 如果没有 那你到底哪一项没有落实 比如在中间我们就有讲 我到底是按推不到位内 外内热源 没有直达体伤位置 还是太过劳累 这些只要仔细反省 然后再去改进 一般就可以改善回来 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虽然已经都有落实了 但情况还是恶化 这样情 这种情形有两种 可分为两种 比如说我们重病外热源 前面就有讲过 比如遇到肿瘤 肌瘤 硬结 肿瘤这一类 有时候在按推的过程中 它会流出血液或阻止液 那这个情况看似恶化 事实上它是一个体伤修护过程中的 正常现象 那类似这样 大家就不用担心 这个确定还要继续用原始点 那病情终将好转 那另外还有一种状况就是 这些病人重因不能解症 也就是他是无法重因 致疫的男子之病 也就是我们身体的致疫力 无法自我修复 已经超过了这个能力 那这时候就要考虑 是不是要重果解症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才要考虑 那如果重果解症能够处理 当然我们就介绍到西医那里处理 那如果不行 还是你还是要 就是还是要静下心来 再自己再努力看看 好那这一部分诊断与治疗 都已经谈得很清楚了 我只是稍微再点一下 这里可以再看看前面的 那后面的这些讲法 都写得很清楚 简单的讲重病处理 是一篇很重要的 尤其遇到重病都生死交关 那每一项如何落实 患者一定要反复看 然后能够把它做到位 那我相信很多疑难杂症甚至很危急的病 都可以挂险为夷 这边冻到就好像就很痛 比后面强烈 对啊对啊 比后面强烈 这一边 对可以痛 可以痛啊 我再稍微用力你就开始痛了 对不对 所以深层就痛点 但是深层不是蛮力 是缓慢的进去 用身体 身体这样存下去 所以我这样痛你还能接受 对不对 就是你他能接受 但是可以确定 子宫癌前面还是有痛 刚刚应该问你是按背后才不痛 还是按前面才不痛 按背后没有感觉到 前面 我是按前面你才感觉不痛 好好了解 这一个子宫癌 他前面很强烈 他前面很强烈 比后面什么间椎 臀部原始点都还要强烈 所以我把它处理完 就是后面先处理完 那他 我再叫他翻过来 再从腹部按 他就觉得腹部很痛 好那这个患者指的一提的是 他还有腰酸背痛啊 另外他常常胃痛还有腹部痛 所以我不只找他的那个 这个间椎臀部原始点 我还帮他找下背部的原始点 因为他胃也常常痛啊 所以整个背部这两条 甚至上背部我也稍微有按一下 那真正的痛点下背部两条原始痛点 我就是脊椎两侧啦 都有痛 那按完 他感觉 那个腰酸有比较好 但腹部他还是感觉 隐隐还是在做痛 那这时候 我不只按 你们现在影片看到的是小腹 我事实上是从心窝下面 那个软软我开始压 他整个压下去都很痛 然后到肚脊也很痛 肚脊以下也很痛 所以我全部都帮他按一遍 按完之后 他刚刚在叙述说 按后面好像肚子还会痛 但我按完全面 他的痛就解决了 所以我这样按下来 就是发现 这个患者 按后面我上背部 他腰酸是改善 但腹部痛 不能改善 我再从腹部压 发现都有痛点 那压完 我用的时间不长 差不多两分多钟吧 我自己感觉了 因为很快 痛点找出来之后 他整个压一压 还没有用热源哦 还没有用热源 他就 压完他马上立刻就 几乎缓解了 也没有痛的感觉了 所以这个时候 很明显的 如果以我们的按推背后的原始痛点来看 他后背部改善 但他的腹部没有改善 那这个腹部就是属于怎么样 患处体伤 那患处体伤 我再从前面把痛点找出来 按一按 哎 竟然也是可以立刻缓解症状 所以这个让我进入 就是这几天一直在沉湿着 那患处体伤还蛮有效的 他也可以解症于一两分钟 也就是瞬间就可以把这个病症解决了 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在想 到底原始痛点跟这个的关系 是不是可以把按推患处体伤 也可以当成 按推他处体伤一样 当做一个解症的医疗呢 但经过思考 答案是不可以的 我还是把最后还是把它 因为经过几天这样想 然后我过去的种种研发 我终于确定 这个还是小开关 不是大开关 但不能说小开关不能解症 本来小开关就能解症 因为你是下子太这样猛力 你没有用身体的力量靠过去 我要用身体靠过去 然后再推 再推 所以我身体会往前一点 所以我的力量是来自于身体 那你的力量是来自于手 所以手他马上就坐起来 因为这样会有压力 但是还是有效 因为你按对地方 重点记得是这样按 这一个手法相当重要 我认为以后志工都要考试 我发现这样竟然 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一个很正确 就是这样顶住之后 然后这样按 这样一般子宫癌是在这里最痛 子宫癌因为从这里持股上来 这里小腹 所以这里很痛对不对 这里很痛 就是用身体记得往前请 记得你看 往前请 你看力量就进去 然后力量进去再来回 然后来回的时候 那个顽骨不能提起来 一定要黏在那个肉 这样他就舒服了 这样 对不对 虽然是有痛 但是这样很柔和的 对可以 对 我试试看 要不然回去都要考 按这一手不能这样 那是你太太 所以我没有这样 你这里还是在用力 你硬邦邦的 所以他在忍受你的满力 那是满力 你抓我这个手法 然后看我这样 我有没有变硬 没有都没有 都是软软的 对对 那我力量来自于哪里 我来自身体 身体体科技科 所以你这样就比较人接受 对不对 一般肿瘤是这样 因为他们在里面 那按推的时候 他周围一定都有痛点 这我已经确定了 各种癌都可以找出痛点 而癌要解决 就是解决痛点 为什么他会复发 因为他手术之后 他那些痛点没有解开的时候 他又在其他的地方 就再长出来 那在按推痛点的时候 如果他已经形成了 那有时候痛点的时候 那个肿瘤啊 就会爆掉 爆掉就会流血 还有流组织液 就像他说的 这个是组织液 那如果不让他出来的时候 他一直积在肿瘤那里 他肿瘤就会越来越大 这就是西医说的 如果不赶快处移 有时候肿瘤会越长越大 事实上是因为 他里面循环不好 我就是说肿瘤一定是怎么样 极寒 然后体伤就是循环不顺帐 就好像水沟水不流了 然后就开始发臭 那你一定要清 让他通 他通了臭水也流出来 那整个这个水沟就干净 他的道理是这样 子宫癌 他背后那个间椎 还有臀部都有痛点 那因为他常常也胃痛 还有腹痛 那他先生虽然手法不到位 但经过两三个礼拜的努力 他的症状很多都缓解了 所以现在基金会在做癌 我这样这几次看下来 速度都非常快 也就是一般患者 如果有信心照我们这样做 你看有时候两三个礼拜 他就恢复很多 所以他太太这一次来 体力也变好 然后症状很多都改善 那唯一这一个影片特别好就是 因为目前为止我发现手腕的力量 因为当时已经好多年没有考试了 都考手肘啦 按推背部啦 食指法啦 按推耳后 但是唯独这一个舒缓的顽骨 根本没有考 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是标准的 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是懂得用手腕还有身体的力量 然后按下去然后才推 记得我们任何一个动作 我们的动作都叫按推 所以你那个按下去那个手腕的力量 顽骨的力量一定来自于身体 不能用手的蛮力 然后我稍微身体往前请 然后他就自然慢慢升神了 然后到了升神的时候才稍微推 而不是在表层就推喔 我们常常会怎么样 像他先生就直接推 他是推按我们是按推 那动作反方向根本 换着就很不舒服了 所以绝对不能推按 我们是按推特别强调 一定要直线往深层下去之后 到了深层然后才能稍微推 你看喔大家看一下 深层下去了然后我才推 顶到底也就是像我们手肘一样 手肘按到底之后 按然后才开始推 同样这个动作也是 按到深层才开始推 大家一定要练习啊 以后的腹部也就是沿着肋骨 横隔膜以下的整个腹部到小腹 以后要找痛点的时候 一定是一个这个手法 然后这个手法一定不能用两手 一定是用一手 就好像我们在按推的时候 只有一手用手肘法也好 实质法不可能两手同时这样用的 不可能喔 所以这一个舒缓动作 同样也不能用两手 是一手然后一手固定喔 然后靠身体的力量往前 往前的时候它就往下伸了 然后往下伸到底部的时候 你再稍微推一下 然后推出去之后 回来的时候 手掌心一定还是要黏在它的肉上喔 不能分开喔 你不要拿起来又压喔 这样就压来压去 患者很不舒服 是黏在一起的 我们要做到很专业 然后让患者又能解症又能舒服的话 那我觉得这一部分可能 大家要再好好练习一下 经过这一个 有更好闻喔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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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出一些好像 那个组织液啊 对对对 那些 有没有很味道很浓 不好 很腥臭的 有喔 酸酸 不好闻喔 每天都排很多是吗 对对 那这个又软掉了 那没有硬 硬硬硬的 现在都软掉了 这个就是我 我跟各位讲像乳癌一样 它是按推痛点的时候 它 那个痛点一按 有时候 它有伤口 自然就会流出組織液 或血水 那这个瘤 因为它流过之后 肿瘤才会变软变香 变小了 所以 这个是一个过程 他上个礼拜我帮他按的时候 他就有感觉在流了 对不对 我一边按他就感觉 他也在流 就比较错下去了 对 所以 上个礼拜 他先生有帮他按 但是 因为上个礼拜 我感觉他先生好像 虽然手法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精准 但他的爱心足以感动他老婆 他老婆一直称赞 还好有这个先生 然后他症状很多都改善 对吧 上个礼拜是这样 那你趴着 你 你压到底 然后再推 你少了到底你就推了 所以你差那个一点点感觉 没有进去 就开始推了 我又没有讲错 对 所以你看我从外面 我已经知道他大概对 但是怎么样 他没有按到绳子 那我们一般按推也一样 用手肘 我们叫做按推 按 按到底 顶到底才推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用到哪个手法都是这样用 所以你一般会犯错就是怎么样 这样 这样叫做推还有按同时来 那叫做推按 那这个不对 所以我们是按 然后到底推 推 所以变这样 按 推 按 推 按 所以按是直接下去 没有按是斜进去的 没有这样力道 对 他把这样压 你会不会还有感觉在流水 还是会有 所以他这里还是要加强 他按的过程中还是会排出一些分泌物出来 那这些分泌物如果不排出来 他一直停留在腹部 那其实这个肿瘤也不容易消 那我们现在这样处理是 还要解决他的症还有什么 症还有肿瘤 因为按压肿瘤附近的痛点把它找出来 这里他先生实际在推的没有剪出来 他先生是推按同时往外拨 那这样他太太也是有感受 也就是有比较好转 但是就没有办法把深层的痛点按出来 所以效果还是差了点 大家看所以按推这个手法变得很重要 我处理过我这一段时间处理很多癌症 比如子宫癌胃癌肝癌这一类 在腹部一般都可以找得到 只要稍微按进去都一定就是有痛点 好那这个手法也请大家 一定是先按后推 之前也有讲过了 那他留一些阻止液 每次按都会留很多阻止液 这个现在来看也都大家也都清楚了 这个肯定对他的病情是有帮助 那确实实际上也是他腹部已经变软 而且本来他从心窝下到小腹 全部都是痛 没有按也会痛 然后按得更痛 然后这些痛点把它缓解 他现在也改善很多 好 我觉得他应该也算是蛮成功的案例 他是子宫癌 那时候我接的时候是 整个腹部肿瘤 他觉得都奔紧了 整个腹部都脏痛 从这里脏痛 脏痛到未来 然后后面也是腰痠背痛 但是我发现他们蛮有福报的 第一天检查完第二天就赶紧过来 所以几乎没有破坏 能够被西医打败 我认为很难 每次一压他每一个瘤都脏痛 但压完他马上就舒服 那当下他感觉腹部就松软 那松软之后他还会奔回来 接下来就是他脑部肢 他在按推的时候他都会临阻止液 我只要按压 那我说一般肿瘤会消 一般常常会流血液啊 足脂液啊 那个是一个过程 那个是正常的 一定要运动一顿 患者不运动那不行 就比较慢 对 会比较慢 所以我认为他 因为他体力好 他一定要鼓励他运动 那我们来看看你的手法好不好 他这个动作还不是很标准 等一下你按完我再跟你讲 我跟各位讲 大家不要有一个错误观念 以为我把患者弄得很痛 就一定有效 你弄错了越痛它是越无效 错在哪里呢 他就是这样往外推 不能有往外推 那个推都是表层 那你看喔 应该是怎么推呢 这样下去 按 然后推一下 这样很轻轻的 按 推 直线下去 到深层的时候 来轻轻的推 拨 也不是推 拨一下 来 你看啊 这样到深层拨一下 有没有 到深层拨一下 所以手法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现在整个腹部是软 以前 以前不能这样压喔 以前 稍微 腹部一下就受不了了 那你看我现在是压到深层了 所以 是确定他已经好很多了 这一点你痛吗 就是在这一点喔 我告诉你 你这一点怎么按推 不要移了 就这样 压下去 然后拨一下 按下去 拨一下 痛点找出来之后 这个痛点可以多按推 你不要说 两三下就这样跑过去 那这个一定要深层才有效 因为如果你这样推是表层 但我按下去到深层 我才拨一下 所以我是按在他的痛点上 这个是要有 有一点点技巧的 那这个是痛点 那这个是痛点 这样你这也要练 他的痛点也是在患处 患处最痛 我们的臀部开关在这里 他是痛这里 所以我就直接按这里 你看 所以他的痛点几乎是在下面 跟我们的开关完全不一样 这一台都痛 西医有一个名字 就会转移扩散 他患者会无穷进一个想象空间 然后就活在紧张害怕中 那事实上跟肿瘤有没有关 完全无关 记得我讲所有正跟座 都跟肿瘤无关 不管你割干净了 该痛还是会痛 你没有把开关按开 没有让热源进去 他都会存在 第一次来的时候 那另外就是下一次再来 连续两个礼拜来 那两个礼拜已经进展非常快 第一次我在帮他找的时候 当然大家也看到 背后有痛点 然后臀部更不用讲 整个都是痛点 甚至他的影片还有臀部外侧一点点 也就患处了 应该算患处 还是有一些痛点 然后最主要是腹部 整个他来的时候 刚开始连胃都不舒服 然后腹部也不舒服 到小腹都不舒服 也就是横隔膜以下 整个都不舒服 硬邦邦的 然后轻按就痛 然后腹部不舒服 我按背后腰霜改善 但腹部还是脏痛 不舒服 那我帮他按前面之后 然后甚至心窝下 我记得第一次 也有按到心窝下 然后整个按下来 整排都痛 但以小腹最痛 应该是这样 然后按完的时候 他当下就跟我讲 整个腹部已经不痛 但还是硬邦邦的 那经过一个礼拜 他先生的努力 他先生手法 因为他只是一个爱好者 对原始点的爱好者 所以当他太太一检查出来 他们就已经决定了 不再接受西医的进一步 检查跟治疗了 所以直接带来基金会了 那他先生也帮他按 虽然手法不是很好 但是还是改善 所以第二次来的时候 他腹部已经稍微变软了 但他这一个最明显的就是 我只要这样压下去 他下起就开始分泌阻汁了 他是一边按一边流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经过一两个礼拜下来 他整个腹部也松了 然后体力也变好了 然后他说本来这里整个肚子 当时候会去检查 就整个肚子脏脏 还有整个腰痠背痛非常不舒服 才会被检查出癌肿瘤 但这些症经过一两个礼拜 他感觉大幅度减轻了 应该好个六七成以上 应该是有的 你看短短的时间 这个都是在一两次 差不多半个多月 这两个影片 那当然他现在都还有来 那陆续都还在进步中 所以我现在在看癌 好像现在只要懂得去处理 然后家人也愿意配合 然后他们也知道什么是正常的 留主之意不用担心 这些都跟他讲清楚了 然后患者也配合下 他们一般恢复的情况 都非常快 这是我对他的感受 但是他们唯一一点就是 他们可能尤其他太太 对原始点的观念 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会有信心是来自于 确实他好得很快 所以当然讲的话 他就愿意听 所以从患者第一次来到现在 我看他现在的表现 那个体力跟第一次来 已经不大一样 而且改善非常多 这个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所以这个腹部的按推方法 因为做了很多癌 特别觉得重要 那要解症一定要按 按到深层 他就有痛点 然后慢慢推 然后来回这样推 他腹部就很快就会软 他先生说有时候 腹部都会帮他按 好像摆下 一摆下 但是他的手法 还有往外推 是不舒服的 但是因为有效 他太太也愿意给他做 所以每一次来我都会叫他先生 一定要过来 然后练习手法 那对患者的进展就会更快 这是我对这一个案例的补充 等于这一套是按完很舒服 结果他按完变很累 所以这个已经有一点喔 跟我疫情差太多了 那代表什么 手法有问题 还有热炎的使用也有问题 我告诉你喔 怎么按 按下去 按下去 有没有 我有没有推 没有 好我要起来拆 这样 这样就推了 不是 这样推 你这样搞他 他难怪很不舒服啊 我被你搞 我也现在还有一点不舒服 你 你 我正常人 你都这样推 这样很不舒服呢 受不了 受不了啊 我这样按 你也会流口之一 对 但病又可以好 又很舒服 然后起来又不会累 很舒服 这样很舒服 你看我这样 对不对 嗯 真的就有牛子之一 再流了喔 嗯 对 那这样舒服 对不对 嗯 所以 手法非常重要啊 尤其到重病的时候 你推得太过了 你的过不是因为两次的问题 而是怎么样 手法出的问题 然后手法如果出的问题会怎样呢 按推下来患者会因为痛而消耗很多热能 然后消耗热能之后他就会疲累 是这样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 照理我们按推又配合热眼 按完应该是蛮舒服的 而且是不会累 但他每一次被你按完都很累 那代表一件事 我刚刚那个子宫癌它其实好很多 我就是说刚开始来 连腹部碰一下就痛 但我发现这一个礼拜来 它的情况好像有一点恶化 恶化就是体力变稍微差了 那我们好转以恶化不是看症状 那症状虽然改善 但体力稍微变差 我这个就比较担心 然后整个问下来 这一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手法出了问题 我叫他复复 其实我里面也有躺着 让他好像先生推 他先生推就是横着推啊 他不是直线下去 那个推得很不舒服 那你看他有时候一按 就按半个小时 那他太太这样被按推到死去活来 所以每一次按完之后 他太太就觉得很累 然后按完两次就更累 所以他太太问我 是不是按得太过了 不是按得太过 是手法出了大问题 也就是他先生比较属于粗糙型 好像就比较会用蛮力 所以从这一个患者 我说如果家属这样 那本来是很简单的案例 我认为他子宫癌已经好很多 但这个礼拜突然间 体力变差 原来还是出在手法 所以我叫他 以后他们一个礼拜要来基金会三次 由指定的志工 来教他先生按推 然后顺便由他志工来处理 那我相信这个礼拜他还会来 下个礼拜说不定还可以继续追踪 经过我这样调整一下 也就是叫他们一定要过来 不要再由他家属置于案 因为这样会出问题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是你先生 因为他是你整编的 你如果他手法不提升 我只有一个结论他不会好 甚至可能会恶化 我也讲白了 因为我已经看过很多用原始点 因为手法错误 越暗能越虚 那越虚代表是什么 恶化不是好转 原始点不是看症状 是在看体力 体力越来越差代表一件事 这里过程中出了问题 那按推会消耗热能 所以如果又按推错 然后时间又长 他会越来越行 只会越来越行 不可能好 所以我才那么很挂爱他 就是我是很挂爱 因为我不是 因为我认为喔 你太太是完全可以好 是我认为 我很有信心可以完全潜移 所以应该是要全力以赴方 以我看过那么多患者 我就明白讲 其实按推非常重要 你只要太大力或方向不对 推完很累的 那累到有时候都不想吃饭 我连有时候讲话都不想讲话 我都看过 那他 真的喔 我讲到你的心声 你看 是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很清楚 因为癌症 我已经看 你看从研发到现在 十几年的 那我做过无数的患者 也看过太多的癌 大概一看你们之间 我大概什么问题会产生 我大概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现在喔 你如果再不结醒喔 真的很难下一步 理由很简单 除非就是 你每天来 你也不要再依赖他 不是我老婆离间啦 因为他越搞 让你体力越虚 那你还 还要相信 所以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样 自己来基金会 也只要跟我找专员 所以两者比较起来 体力变差 但症状变好 在我看法还是恶化 一句话 但如果体力变好 症状没有改善 我认为好转 那他感觉这里痛 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感觉的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他本身是子宫癌嘛 对吧 所以子宫癌 就在这里嘛 所以这里一定也有痛 但这里痛 痛多数大数体伤 所以我认为 很可能是在同步 同步间椎那里都有可能 而不一定是在这里 但我要按这里 是要解决他的什么 子宫癌 所以才说 他背后还有正面都非常重要 好 就从这里 所以我才说 他腹部痛 一定要先从这里找起 脊椎两侧最重要 脊椎两侧是关系生命的 因为他是大开关啦 那腹部是小开关 是解决肿瘤的 到下面来反而不痛是吗 对 这里比较痛嘛 这里 然后这里一直上去都痛 那你看 他这里痛 他在压这里 这里对过来 来 你测一下 这里对过来 我发给大家看 就是这里 这里往上找 所以在这里就找到痛 是这样来的 那他还有小腿肚痛 就是因为上背部的问题 所以在一并处理 这里松了 但他还有一个肿瘤的问题 所以我 我说一定还要 来 你手放下来 手一定要按深层 这里痛不痛 还好 按不会痛 所以你看 按不会痛 那代表怎么样 他刚刚那个痛 这里不是开关啊 所以如果我再按到深层 他如果有痛 那个痛是要解决他的肿瘤 而不是要解决他腹部的痛 跟腹部无关 了解我的意思 好 刚刚大家看了 痛多数他数体伤 所以真正开关还是在背后 那他最主要的问题是 他先生手法 他先生手法 确实比较属于粗暴型的 然后揉的时间又长 每次帮他按 都按有半个小时 他按下来就冷很虚 虚到也不想讲话 甚至吃不下饭 甚至有时候脸色都苍白 然后这样一个礼拜后 本来好好的来 体力就变差了 所以我特别看这个情形 我说如果这样再继续有 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才叫他太太 如果可以的话 他先生手法还没有很稳定下来 有进步的时候 他还是应该来基金会 寻求协助 等他先生可以的时候 再给他先生 但是这一个礼拜 上个礼拜 他先生学得蛮认真的 那我也从旁再点播一下 我发现他进步还蛮快的 那他先生如果手法改善 就不至于每次按推完 就变得人很虚 而且一天还按推两次 那他现在的子宫癌 一开始来的时候 整个腹部是僵硬的 现在已经变松软 所以我才说他症状是改善 但因为在按推的过程中 消耗太多热能 体力太虚了 是这个问题 子宫癌案例 后续追踪 我觉得他应该也算是 蛮成功的案例 他是子宫癌 那时候我接的时候 是整个腹部肿瘤 他觉得都奔紧了 整个腹部都脏痛 从这里脏痛 脏痛到未来 然后后面也是腰酸背痛 但是我发现他们蛮有福报的 第一天检查完 第二天就赶紧过来 所以几乎没有破坏 能够不被西医打败 我认为很难 每次一压 他每一个有多重 但压完他马上就舒服 他都会流组织液 我只要按压 那我说一般肿瘤会消 一般常常会流血液 组织液 那个是一个过程 那个是正常的 一定要运动 对 等于这一套是按完很舒服 结果他按完变很累 那代表什么 手法有问题 还有热炎的使用也有问题 说法如果出的问题会怎样呢 按推下来患者会因为痛 而消耗很多热能 然后消耗热能之后 他就会疲惫 经过我这样调整一下 也就是叫他们一定要过来 不要再由他家属自己按 因为这样会出问题 他最主要的问题是 他先生手法 他先生手法确实比较属于粗暴型的 然后揉的时间又长 每次帮他按都按有半个小时 他按下来就人很虚 虚到也不想讲话 甚至吃不下饭 甚至有时候脸色都苍白 然后这样一个礼拜后本来好好的 来体力就变差了 所以我特别看这个情形 我说如果这样再继续有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才叫他太太 如果可以的话 他先生手法还没有很稳定下来 有进步的时候 他还是应该来基金会寻求协助 等他先生可以的时候 再给他先生 他现在的子宫癌一开始来的时候 整个腹部是僵硬的 现在已经变松软 所以我才说他症状是改善 但因为在按推的过程中 消耗太多热能 体力太虚了 是这个问题 偶尔这个还会有点痛 一点点 腹部是吗 对啊 我等一下和你再查看看 是子之育都没有了 很久没有 子之育没有 很久了 没有了 差不多8个月以后都很正常 你留了8个月 留了8个月 以后就正常 那以后就正常 现在都没有了 那你第一次来 我看是1019年7月9号 那现在是110年 一年多了 一年现在11月 一年4个月 8个月就开始正常 那8个月的时候就已经不留了 没有留了 哦 那这个真的就算正常了 对 以前留都不敢出门 如果有留 整间都很臭 体内排除出来没有一样是不臭 对 汗也有汗臭味 对 一直留 那一下子就留很多 是是 其实那时候是在修复 对 对 因为按 然后又有温敷 然后它体内的这些脏东西啊 让它排除出来 好 那因为你还有肿瘤的问题嘛 对 那这样就应该会 比较反而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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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有帮他按吗 有啊 现在每天都有 那现在这个腹脏说 偶尔会而已 其他都恢复正常生活了 对 有时候这个头会痛一点 哦 头有时候会痛 等一下 你也按给我看 然后我再来 帮你修正 哦 以前哦 只是一直留的时候 很难受 一直想说 这个要留多久啊 要不然去把它修掉 哦 多了你就会后悔 对啊 啊 来这里都 雅清他们都会给什么忍耐 哦 这不再忍耐 结果八个月 都没有 没有 八个月 哦 八个月 因为你以前有讲说 冬症是六个月 但是我太太已经八个月 就完全 以前那个 采质都没有了 采质 采质 采质就都没留了 都很干净 都没有 你 你 其实哦 说实在 不算好处理 为什么 你看中间还有 对 吃不下饭 然后还有 体力变得很差 对 刚刚遇到这个冬天 比较冷 比较有感冒 那时候 你太严重是感冒 对 那时候情况 算 有点 那个也算是 那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想说 可能活不够 零了 那时候 没有悲观的想法 对啊 可能活不够 零了 结果还是活过来 每天都有 七八三啊 每天啊 对啊 没有礼拜六 拜天 就是从四个夜 四个夜 四个夜 到疫情到现在 几乎有空都到了 去爬山 都去爬山 对 现在我们正常在爬山 然后爬多久 差不多一个多钟头 每次都爬一个多钟头 每次都爬一个多钟头 对一个多钟头 那你们这样年坚持很好啊 那还有什么特别加强的 不会运动意外 我们说 也是有那个电坛 那个电坛 那个电坛 电坛 温敷都有 每天是吗 我每天晚上都做 我们现在还在 去压序 对都有 这一点也做到位 对 天天都有 最后都有那个电二坛 啊早晨 最近比较没有 像以前好像天天都有 有时候隔天啊 每天早晚都有温敷 就温敷 那现在冬天有加强吗 有啊冬天啊都睡那个 电坛 电坛 对对对 这个那个健康 室内有电热器这些吗 欸那个 我有买那个红豆袋嘛 就是早晨有 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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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调味料 知道要吃辣椒 有 有 这个都有加了 有有 有稍微改变 还有姜粉 姜粉都每天都会吃 没有 哦没有间断 没有都没有 哦这样好 姜粉都早晚一定吃两堂食 哦好 那等于平常已经都有在加强 等于内外热源又加强运动 然后现在因为 这个没有留了 心情也 比较好了 对不对 不会有困难 那这次爬山这个 这个会 会不舒服啊 这个会痛 膝盖是 膝盖是臀部的问题 我建议 有时候也可以 加强爬楼 然后一步两阶 你爬山是一步一阶是吧 我本来都 你慢慢上去 本来都有 我建议爬慢一点 一步两阶 为什么 把臀部的筋拉开 那这样你膝盖就不会痛 爬山膝盖会痛 不是因为这里磨损 很多人说这里磨损 不是的 是因为臀部的筋 筋拉筋 对啊因为你本来臀部 我以前帮你按过 臀部本来就有问题 所以你今天要加强的 腹部也是要按臀部跟间椎 等一下再帮你按按看 那先你按给我们看 好不好 那时候都住不下 那时候都住不下 要一个天井 要放瘦啊 对啊又放瘦 那那个是很紧急的 对啊 然后我们也熬过来 对啊 然后你说 我不行 要一个礼拜来三天 对那时候还特别叫你加强 对啊加强 要一个礼拜来三天 那我们的子宫 但是我发现他们也蛮 很多可能关心 都很关心 对 这个子宫癌的案例 那个已经持续追踪了一年多 那它应该是在2020年7月来的 当时候检查的时候 他已经就是很严重 整个腹部都是硬的 硬还有脏痛 腰酸背痛 那西医 当下就叫他不能出院了 要准备手术 那患者还是有一点担心 而且他先生又懂得经过原始点 所以就坚持还是出院 那整个过程中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他之前来的时候 情况很严重 我帮他按后面大开关 也就是脊椎两侧 还有脊椎臀部原始点 按完 腹部虽难改善 但还是蛮硬的 所以我就接着按他 腹部的一些患处找压痛点 确实都 每一处按他都会感觉很痛 好那是去年的事 那因为整个情况到了天气变冷的时候 加上他先生按推手法 还没有学成 所以每次帮他按 大家视频也看到 就是按到他 有时候脸色苍白 体力又变更差 然后又吃不下 所以整个人又报受 整个情况在去年算是蛮危急的 那时候我建议他 不能只有一个礼拜来一次 那他们就密集的一个礼拜 都有来三次 那志工就帮教他先生怎么按推 然后也帮患者处理 但比较困扰的就是 他那个组织液每次按都会流很多 整个屋子都会很臭 就如同视频 这位患者讲的这样 那我们志工还是很有耐心 在这个过程中 只是这个过程 留组织液的过程 比我书上他说写的还要长 因为我说最严重 三到六个页 然后他是到第八个页 才真正完全不再留了 那没有留了患者心情也变得比较好 然后他们也就是照我们的安排 就是叫他一定要运动啊 饮食改善啊 然后种种 他都有尽力做到 那这一次来 就是他已经很久没有来 那久久来一次 那他知道我刚好礼拜天有执勤 那他们就特别拨孔 这一次再看到他整个气色 还有身体都变好很多了 那他现在有的毛病都是小毛病 有时候腹部也不再脏 坚硬的 就是偶尔会脏脏的 那有时候会腰痠 还有头痛 那这些都不严重 所以当下我也有帮他处理 处理完 我这一次只按大开关 也就是他腹脏 对过来就是下背部的脊椎两侧 还有臀部 帮他按完 他整个下腹部整个就舒服了 那头痛也是按头部原始点 所以从这个案例 我的建议是 一般如果患者已经就是情况蛮严重 第一个大开关一定要按 除非按完他腹部还很坚硬脏痛 才要在患处再找小开关 要不然尽量就是以大开关为主 那我发现最近我们的志工也很多 都会按完即便已经有改善了 还是会去按小开关 我认为大开关如果解决 有立刻改善 不一定要再按患处痛点 甚至根本就不用按也可以 这一点跟去年 我的体悟是有一点强烈 感觉上这一点跟我现在的理解是有 稍微不一样 也就是以前我按完 大部分看 如果有必要我还是会在患处再压一压 现在我几乎很少在患处找 患处痛点 在什么情况下我会找呢 除非他有硬结肿瘤肿块 他就是肿瘤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患者 一般我就不会特别去再患处按压 这个也提供给大家 就是了解整个过程 有时候书本上写的最严重三到六个月 但中间过程中包括家属按推不到位 还有患者的饮食 还有感冒 种种情况 有时候病情有时候会拉长 我们书本上虽然写的是三到六个月 那这个有时候因为种种的关系 有时候也会拖到更后面 那这时候一定要给患者信心 还有志工我认为这一次表现得很好 他们就是叫他一定要过来 然后患者最后也都这样配合 虽然中间当然信心有一点动摇 但总体来看他还是坚持下来 那最后八个月后整个就 波云坚韧 整个就明朗化 所以整个他的情况就开始好转 那现在我看他气色很好 他每天也都去爬山 应该这个案例还蛮好的 也就是一个子宫颈癌 已经蛮严重的患者 到现在几乎已经都完全恢复 好 那这个案例我就补充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